家里装修应该先买电器还是应该先施工呢 讲道理 最好能在设计后施工前 就把家里所有大大小小的东西全都给确定完 大到冰箱电视沙发 小到台灯地漏 这样才能在施工的过程中对尺寸万无一失 但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 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所以咱退一步讲 你至少要把那些和尺寸强关联的东西给确定了 具体到产品型号 比如说电器 你至少要在施工前提前选好所有的嵌入室家电 比如嵌入室的洗碗机烤箱蒸箱之类 除此之外 冰箱洗衣机烘干机投影电热水器 烟机造具中央净水器浴霸等等 也需要在施工前确定 比如冰箱同时双开门 尺寸差距也可以很大 而浴霸直接决定了你卫生间吊顶的层高 洗衣机和烘干机决定了你洗衣房或者厨房的布局 如果这些东西你施工完成之后再去选 就会在选择上受到各种限制 本来选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很难 现在可好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长荒高各种框的选 哎呀难受